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好的 是罪恶的 但是当有人贿赂我们的时候 我们却没有抵抗欲望的话 我们就会成为毫无抵抗力 无法自我克制的软弱之人 弱者无法成功 只有克制力强的这一个强者才能够成功 很多时候都要写一个福字给敦 从去年凭着打击贪腐起家 然后成功推翻国阵之后 重返布城重新回到首相的宝座 如今94岁的他告诉大家 他依然跟全球穆斯林一样 都在这一个月内进行宰决 因为这是穆斯林必须进行的五项职责之一 那么他就把这个课题 牵引到他想要突出的议题 就是打击贪腐了 昨天他在仪宝就说 有一些公务员 其实是不想西蒙继续执政的 他们想西蒙政府倒台 因为他们不满政府打击贪腐 希望在未来的时候 西蒙就尽快倒台 不要继续再担任政府了 那么今天早上他就回到布城 就发表类似同样的谈话 同样的是要强调打击贪腐 那么他昨天就说 有人要打 有人要拉倒西蒙政府 今天就借着宗教 借着这个灾界的宗教因素 告诉民众 其实西蒙是非常认真的打击贪腐的 德马就形容克制欲望 是一辈子的这一个训练的功课 纵欲行事者最终是会吃到苦头的 他说可能一开始 你会成功得到一些东西 但是最终不良的后果 是会殃及自身 他就说如果大马人民 能够克制欲望的话 那大马就能够受到 全世界的这个信任 还有就是尊重 他也有说 如果我们获得了信任 我们就能够获得许多的机会 成就一切 比方说获得更高的一个地位 因为唯有克制欲望的官员 还有领袖 才能够得到所有人的信任 对穆斯林来说 灾界越是神圣的月份 除了风灾 就是从清晨日出 开始就不能吃喝 还有抽烟 也要严禁循环做了 直到日落之后才开灾 不过更重要的是 保持心灵上的圣洁 多做善事 远离那些跟舌头有关的 比如说搬弄是非 说三道事 诽谤 煽动 撒谎 诅咒他人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 No 不可以进行 那么穆斯林相信 灾界越是神圣的一个月份 是真主阿拉将可兰经 传授给先知 穆罕默德的其中一个月份 那么此时应该要自我反省 同时自我进化和群劳的祈祷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月份 马哈迪就说 所有的穆斯林都了解 灾界越的意义 志在就是鼓励自己 成为更好 还有更值得信赖的人 他说非穆斯林 也了解穆斯林 灾界的意义 因为这些群体 其实也拥有不同的灾界的习俗 不过他说灾界 其实都是出于同一个宗旨 也就是自我克制 不要做违禁之事 有时候灾界越的真正义 并没有获得完全的彰显 比如说在精神层次这一方面 和穆斯林自我进化的重要元素 并没有获得凸显出来 其实这是一种结合了信仰团结 正义和尊严的训练 必须要拼除任何的 这个诱惑的杂念反思 以及反省自己过去 所犯下的这个错误 反而往往在过去几年 我就观察到说 一些的这个灾界 比较突出的是表面上 一种形式上的灾界 比如说过去就有一些执法当局 被视为过度执法 去在一些餐厅或者餐馆 去检查到底穆斯林有没有灾界 你是不是在偷吃东西 这些课题都被媒体放大 比如说这些刚才有提到的一些东西 但是一些情况甚至去到更极端 比如说一些国民学校的一些老师说 在这个灾界月期间 这一些非穆斯林的学生 不能够公开吃 甚至要求这些学生 在浴室里面使用他们的食物 所以这一些表面上是凸显尊重 但是尊重其实是两 是双方面的 就是互动的 而不仅仅是单方面尊重某一方面 而另外一方面就没有尊重 尊重应该是站在对等的情况 那么我就认为说 在这个灾界月期间 更应该凸显的是 彼此在大马的多元社会里面 互相尊重的这一个精神 比如说一些吃灾的人 他们不会太过在意说 别人在他们面前吃婚 同样的在灾界月期间 穆斯林跟非穆斯林 应该在这个神圣的月份 彼此更加强调尊重 而且这个尊重是建立在 对等的基础上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全的基础 冠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